近期,习近平当局频频进行人事调整,消息称,习近平在即将离京出席杭州G20首脑峰会前夕,中共中办下达了不能带并提拔各级干部的紧急通知。分析称,这个通知的下发与习近平人事布局有关,他可能借这波人事变动潮一次性撤换一大批问题官员。 据海外媒体博文社报道,中南海消息人事透露,习近平在离京前夕,不仅再次要求广大官兵要打好仗,而且让其大内总管立战书以中办名义,下发不能带并提拔各级干部的紧急通知,对那些有病的,尤其是病危的,要立即动手术。 习近平近期在人事上频频布局,在北戴河会议召开之前,习近平先发制人,首先对员辽宁省委书记王敏进行了公开处理,并在7月初对江西,江苏和山西等7个省份大员的人事进行了调整,而在处理王敏的手法上与以往又不尽相同,直接突出了其政治问题,旨在用这样的罪名告诫中共高层官员对习近平的人事布局不要搅局。 在7月初多个省份的人事布局中,强卫、罗志军和王如林并没有到退休年龄,分析认为,这三人提前被免去职务,有助于抑制他们背后的江派大员的攻势。 中共北戴河会议之后,也就是继王敏被抓之后,习近平对辽宁邦在一次清洗,8月26日,辽宁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郑玉捉落马。 此前,陈正高、王敏等先后被调离。习近平的亲信李希调任辽宁省委副书记,代省长。 近日,中共地方诸侯出现第二次人事大变动,涉及山东、山西、内蒙古、云南等地,传习近平在上海的旧部,现任云南省长陈豪将接替李继恒出任云南省委书记。 李继恒则接替王军调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 在新疆主政6年的张春贤则被调任中共中央党建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而陈全国被任命为新疆党委书记。 张春贤的调职被外界认为是因公开导习近事件被习近平打入冷宫,也显示出其命运微微可及。 张春贤不仅与周永康有关,与令计划也有交集,而新疆又是江派集团重要掌控地之一。 据《星岛日报》8月30日报道,北京消息透露,有云南政法王之称的中共云南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孟苏铁,因涉嫌违纪被撤职。 孟苏铁被认为与前中共政法书记周永康案有关,也有消息称其与前云南省委书记白文培案有关。 外界分析认为,明年中共十九大即将召开,而习近平连续进行人事调整,是为十九大做部署,对江派人马进行清洗,也是为拿下江泽民做准备。 近日,在新疆主政六年的张春贤被调任中共中央党舰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 分析称,新疆书记是地方猪头中最重要的一把手之一,而中共中央党舰工作小组副组长则被视为贤职,显示出张春贤已被习近平打入冷宫。 今年中共两会期间,新疆曾发生倒习公开信事件,这次事件被当局视为头号政治大案。 据海外媒体报道,63岁的张春贤曾担任过交通部长、湖南书记等职务。 传奇与周永康关系密切,在周永康掌控中共政法委期间,由周永康推荐于2010年进入新疆。 而张春贤的第二任妻子李修平与周永康的第二任妻子贾小叶同在央视工作,关系非常要好。 自习近平上台以来,不断对江派集团进行打击,以江泽民为首的江系残存势力也不断采取暗杀、搅局等手段,对习近平进行攻击。 新疆是江派集团重要掌控地之一,相传新疆也是博州政变计划中三条退路之中的一条,而时任新疆书记张春贤就具有江派背景。 据报道,今年3月4日新疆自治区政府处管的无界新闻网,突然转发一封要求习近平辞职的公开信,尽管网站和网管部门进行了紧急处理,有关截图还是被海外转发,造成了重大的政治影响。 据悉,北京当局是这次事件为头号政治大案。 对于此次事件,新疆方面报告称境外反动网站配合黑客,有预谋、有目的、有计划的攻击的行为,但经过相关技术分析,排除了黑客所为。 一是网站内部有人搞鬼,有可能是有人利用职务执贬,从境外网站转贴这封公开信。 消息称,北京高层对此事十分重视,指示中宣布,国家网信案进行查处。 无界新闻的执行总裁欧阳洪亮要就事件做深刻检讨。 消息还称,欧阳洪亮是张春贤妻子李修平的好友,当局怀疑公开信事件背后有政治图谋,与某些政治势力有关。 据悉,张春贤不仅与周永康有关,与令计划也有交集。 在习近平、王岐山眼中属四不清人物周永康,令计划被习近平当局拿下之后,这两年张春贤也一直被要求配合中央专案组调查。 据港台多家媒体报道,3月8日,新疆党委书记张春贤在接受中共人大会议新疆代表团开放媒体采访时, 对于所问的是否支持习近平的领导,张春贤回答称再说吧,被外界认为事象至今还盘踞在各级岗位的贪腐者们发出了向习近平说不得动员令。 张春贤在任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期间,积极追随江泽民集团迫害法本公,因此受到国际追查迫害法本公国际组织的追查。 分析称,新疆地区已成为江系集团要挟习近平的大本营,习近平也势必追查江系人马,近年来,对张春贤不利的消息又不断传出, 尤其无界公开信事件发生后,张春贤的调刃显示出其命运堪忧。 日前,湖南省委书记徐守胜卸任交权引起了外界的注意。 有港媒称,徐守胜是江苏邦的得力干将。 徐这次卸任意味着江苏邦在世一程。 更有海外观察人士指出,近年来江苏邦的多名大员,干将或落马被查,或提前退区二选,或提前退休, 显示以江泽民为最大靠山的江苏邦,遭到习近平当局的横扫,政局与瓦解,将被连根拔起。 日前,中共官媒通报了湖南、云南及西藏三省区的一把手换人的消息。 在这次人事变动中,提前退休的原湖南省委书记徐守胜,被外界公认是江苏邦的得力干将。 香港明报日前引述知情人透露说,徐守胜卸任湖南省委书记后,将不再就任新职而是提前退休, 这意味着中共党内派系中,曾经盛极一时的江苏邦,在世一程。 文章指出,之前已退区二线的原江苏省委前书记罗志军,原云南省委书记秦光荣, 原江西省委书记强卫,通常都被视为江苏邦的党羽。 已落马被查的辽宁省委前书记王民和原云南省委副书记求和等人,也都是江苏邦的主要人物。 其中,徐守胜的江苏旧部求和,刚刚于8月25日被控受贿两千余万元人民币并当庭认罪, 王民今年8月11日因严重违继被政治立案审查。 上述官员中,辽宁的王民,湖南的徐守胜,江西的强卫,江苏的罗志军, 过去被海外媒体统称为江苏邦的四大诸侯。如今这四人已先后出局,有人被查,有人提前退休,有人退区二线。 舆论称,这是习近平当局横扫江苏邦的最新战果。 关于中共官场中的江苏邦的构成情况,香港争明2007年3月号曾刊文做过详细报道。 上海地方上一直存在着江苏邦和浙江邦的说法。 在上海经商大发横踩的主要是江苏邦的人,他们情一色是省部级高官的子女亲属,包揽了上海市的大多数工程、基建项目。 文章称,由于江苏邦肆虐,上海的银行每年的不良贷款高达600亿。 按照原上海市委书记吴邦国的说法,上海的工程承包、大型基建,造价比其他地方高出四成至八成,比欧盟国家都要价高。 由此可见江苏邦在上海的势力的猖獗。 据披露,江泽民虽被外界称为上海帮帮主,但上海人却认为他应该被称为是江苏帮帮主。 正是因为江泽民掌控上海,让江苏帮的人鸡犬升天,把上海人的生意都抢光,所以上海工商界其实对江家父子恨之入骨。 曾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官至中共国务院副总理的黄菊,被指示江家父子在上海的忠实代理人,是江苏帮的二号人物。 江苏无锡人,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也是江苏帮的重要人物。 公开的资讯显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当局分批对江苏帮进行了扫荡,一批江苏帮要员代将相继落马被查,狼当入狱。 中共南京市长纪建业,南京市委书记杨贵泽,原江苏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赵少林,江苏省常务副省长李云峰等江苏省的副省部级官员相继被查。 王民,求和则属于江苏帮的外派要员。 此外,南京百下区原区长李强,建业区原区委书记冯亚军,历史区原区委书记江明等中下级别的官员也都已落马,南京陆河区原区委书记楼学权则在家中自杀。 江苏帮要员前海南省省长蒋定之则被调任江苏省人大常务副主任前职,前深圳市委书记王荣被调任广东省政协主席前职。 曾有海外中文媒体梳理上述这些官员的履历后指出,他们大都在2000年前后的一段时间进入试图快车道,或平步青云步步高升,占据了江苏重要城市和省委省政府中的领导职务,他们不但在省内利益广直,同时还和外部多有勾连。 如今前赴后继相继落马,很有可能是北京当局在为某些更大的动作做铺垫。 有分析指,在过去20多年里,江苏官场的腐败问题一直没有揭开,原因就是有不少江苏籍的官员盘踞京城占据要职,成为江苏正盘的保护伞。 如今清算风暴已起,北京当局对江苏帮大扫荡将选向更高层次的京官,直至将这个帮派彻底连根拔起。 福建泉州晋江是中共江派现任常委张高丽的老家。 25日,有文章披露了坐拥万亿的官僚资本集团晋江帮背后的黑幕,他们通过政商勾结进行利益输送,获取巨大利益。张高丽被认为是晋江帮的头目。 海外博讯网25日发表题为《比山西帮更牛》,揭秘坐拥万亿的官僚资本集团晋江帮的文章。 文章说,老家在福建泉州晋江的中共现任常委张高丽,已在晋江形成一帮独大的政商帮派势力。 文章说,在张高丽老家泉州晋江等地官场的重要位置都是由晋江帮成员占据。 张高丽在天津进入政治局后,开始与老家频频互动。 18大张高丽进入常委后,更是多次借机关注,庇护晋江,多是直接批示,引起福建官场关注,逐步形成以他为核心的晋江帮。 晋江帮在当地追逐利益肆无忌惮,正商两道一手遮天。 比如被中纪委查过的项目香槟国际,三大股东分别是福建省副省长徐刚,以女儿名义入股。 张高丽的亲家李贤益和泉州在深圳的企业家香槟集团许明金。 管城市建设的常务副市长是张高丽的侄儿张永宁。 已落马的中共国台办副主任龚清盖在晋江泉州工作将近30年,是晋江帮主要成员。 福建守虎、福建省副省长徐刚曾担任过泉州市委书记。 在这两人多落马后,晋江帮不但毫不收敛,反而更加肆无忌惮地扩张地盘。 曾有民众向海外媒体投稿,对张高丽的老家出了如此众多的贪官污吏发出惊叹。 泉州晋江官场地震将比令计划的山西帮、钟永康的石油帮更严重。 张高丽靠拍马江泽民,紧随江泽民迫害法轮功一路高升,与江派张德江、刘云山一起, 被江泽民在十八大硬三入中共政治局常委。 进入常委后,张高丽的丑闻不断传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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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